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近期向加州公用事业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计划书 希望扩展其区域内的汽车、巴士、中重型卡车和工业车辆的电气化进程 这些专案将受惠于所有的SE客户,尤其是重点照顾了弱势社区 比如受到过分污染影响、经济陷入困境,并且通常位置在交通走廊的区域 SE向委员会提交的议案补充和扩展了SE的Charge Ready试行计划 该计划希望在客车长时间停车的停车场安装电动车辆充电站 并向采购这些充电站的客户提供折扣 如果该计划受到批准 这项方案将在计划和基础设施中投入超过5.7亿美元的资金 并在5年内帮助推动交通电气化市场成长 刺激温室气体减排帮助加州向2030年的气候变化目标买进 中电频道编辑报道